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会得到好多的EI 这些EI就是误差 就是你实质上头观察到的点 这些XIJ 那么这些点呢跟你呢 回归线 估设线上面的这个点 在Y座标上头的差距 那就是你没有真正fit过去的 你知道有这样的关系存在 你穿越这些点 你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完全穿越它 你一约可以看到有一个这样的关系 直线关系穿过去 那么这条线你找出来了 它只是估设线 这个估设线呢跟这些点呢 实质上头有这些差距 正的或负的 这些残余项啊 EI我们以前探讨过 就是观察的 观察点 跟估设线 两者之间的差距 就是所谓的EI 那么这个EI 它是相应于啊 我们可以这样写 Y430等于Y hat 加上EI 这是估设的 估设的有估设不准的 这是不准的 残余项 这是本来的观察点 那么这个量呢 事实上相应于一个东西 就是 Y等于 EY 加Epsilon 这两个东西 大家上回我在讲 回归的时候各位 谈了很多 这个是理论上头存在的 理论上头的关系 理论上头出现的点 跟这个EY之间 这个EY呢是理论的那条平均线 期望值 那这个是要 要来解释 Y跟X之间的关系来用的 可是有一些地方是解释不了的 解释不了呢 我们把它称为它是一种 Noise Noise的意思就是 一种什么 像杂音一样的东西 你听收音机 你没有办法完全听得很清楚 即使你调得很轻 可是还是隐约 有点小小的杂音 那Noise 那个是你很难 把它完全消除掉了 就像你走路 吃饭 你的百分之百 完完全按照你原先锁 规划的这样走 这样做 没有办法 一定会有一些微量的一种误差 这种误差呢 是无法控制 无法控制的话 我们不为它为一种Random 一种随机的一种量 我们特别说它随机的量呢 我们假设它 它是一个常态分布 其妄值为你 变异素是固定的 而且所有的Epsilon 必是一些互相独立 对吧 我们做那四个基本假设 所以Epsilon 它应该要具备这样的特性 所以Epsilon代表一种什么 代表一种你无法控制的 无法掌握的 的一些量 这些微量 理论上头 这个东西一定存在 这个东西啊 是你用一条回归线 穿越过这些点 回归线以外 无法掌控的东西 归之于 归为Epsilon 那由于这样的理论 所以说我们产生了 只要你给我一些点 我可以透过这些点当中 去找一条回归固测线 找出来以后 没有办法解释的 那就是这些量 就这些像豆芽一样的 一小块一小块 这个量 扮演的角色 应该就要扮演Epsilon的角色 那这些量既然扮演Epsilon的角色 Epsilon所具有的四个特性 这些E啊 这些所谓的残余相 这个东西叫Residual Residual Residual 形容词的话 Residual 这些残余相啊 应该也要具备 这边所讲的四个特性 所以呢 我们所谓的残余相分析啊 就是讲说呢 我们 开始要对这些EI啊 来做分析 看它有没有符合这四个特性 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样子 OK 残余相如果具备这四个特性 代表什么呢 各位同学 应该有一条理论的回归线穿过它 我们就把这个回归线呢 估测为这个东西 那这个残余相呢 是无法解释的 残余相无法解释的 它应该具备这些特性 对不对 如果你残余相 超出了这四个特性 这四个特性 是一种杂役一样的东西 居然呢 没有办法符合这些特性的话呢 代表哪个地方产生的问题呢 假设你的残余相 不是常态 期望值不是零 它具备了某一种特别的一种值 你看你的残余相的应该是什么 你EI应该是 期望值为零 有正 有负 它有个固定的sigma平方 应该这样才对 可是如果 你哪一天你做了这个EI 它的 期望值啊 这个是3 这代表你很明显啊 比原来的这个值啊 零呢 还偏了 还多增加了 所以这个EI的值啊 已经不再具备了 参余相所应有的 这个特性了 或者是负3也可以啊 不一定是正3啊 反正是偏乎0 超到某一种范围 而且呢 它不是常态分布 假设它不是常态分布 或者假设彼此间有互相关联的 总之违反了这4个假设的任何一条出来的话 你觉得哪个地方产生问题啦 才会使得这个财余相没有具备这4个特性 哪个地方产生问题啊 哪条 没错啊 很好 这个 这个 很有这个概念啊 为什么呢 因为讲讲看好不好 来 来 哪个东西往位移 Y hat 这个东西 往右移3 往右移3 对不对 或者是往左边移3 对不对 你这边如果是3的话 对吧 或者是它如果不是常态分布的话 表示你这个东西啊 具备了某一种呢 超乎Noise 这种本位账头 它不再是Noise Noise就是什么 就是你口袋里头有很多的 一千元大超了 百元大超了 五百元大超了 剩下一些什么 一块钱了 两块钱 为什么你不是剩下一块钱 两块钱 你的Y hat如果是超出 不是零 超出了 这个 这四个特性的话 代表你EI已经不是 财云的那种 那种本位 也就是说你口袋里头 剩下的钱 不是一块钱啊 你口袋里头 剩下的钱 是什么 按理想你应该全部都花完 然后剩下零星的钱 哦 那是财云的 结果你财云的是五百块了 是一百块了 是不是 代表什么 代表YI产生的问题 对不对 代表你钱没有花完 没有花对地方 按理想 人家给你一千块 是要让你把它花完 而且花很正当 剩下的零星的几块钱 那是正确的 结果你没有花完 你剩下的五六百块回来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地方 没有解释好 以至于呢 这个东西扣掉被解释的部分的东西 居然财云的五百块六百块 根本没有花在妥当的地方 所以财云像才会那么大 懂吗 财云像才会具备某一种特色 不是纯粹的Noise 这种概念 知道这意思吗 所以说我们所谓的财云像分析 是拿财云像来做解释 看看你财云像是不是具备这些特性 如果没有的话 违反任何条件的话 一定是你的Y-hack有问题 也就是说你的模型有问题 模型有问题的话 那就要稍微改造一下 你的模型是什么呢 东西你看 你抓了一个X1 那你认为X1跟Y世界有关系 你的模型可能要 加另外一个质变数 质变数与质变数之间 不一定是通通都是线性的 你可能质变数要平方 X1要不要平方 X1可能要三次方 X2可能要开更好 你说不定要X5跟X6相乘 你可能要加很多这些项目下去 你那个回归的模型啊 可能要改造一下 可能变复杂了 至少它不再是原来只是一个X1 结构有问题 模型产生有问题 所以质绘你花了钱 没有真正花在 你应该花的地方上面 你剩了一大堆钱回来 OK 所以我们对质变相的分析 这个摆在最后面 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像你V1 V0也都会做啦 然后你对β1等于0 你也做了假设检定 T检定 F检定 是不是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所有这些回归能够完的东西 都完的差不多了 最后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 回过头来看看你的模型 正确与否 V1即使不等于0 就是我们在做那个检定啊 我们说β1等于0 即使你把H0把它拒绝掉了 也就是说你β1不应该等于0 充其量这个假设呢 被否定的话 只是充其量 确定了X1应该留在模型里头 如此而已 对不对 可是你这个质变相分析 对整个模型 去全盘呢 就加以肯定 或者是加以否定 所以质变相分析 A跟这个T检定或F检定啊 这是两个不同level的东西 T检定F检定是检定 某一个个别的β1 某一个个别的 的这个质变数 当然F检定呢 它也在讲说呢 这个你整个 整个那个 模型也是有这种层次 但是质变相分析呢 是更加彻底的 质变相分析呢 是从质变相来检验它的模型 产生什么问题 好 为了做这样的事情啊 同学你看一下 我们在645页这边呢 我们把同样的这个 披萨连锁店的这个例子 我们看看最上面 14-7这个table里头 好了我们有10家连锁披萨店 每一家的Y有了 那么用回归方程式 60加5XI可以得到Y hat的值 那么质变相呢 residual就是Yi-Y hat 那么你可以得到像Yi是58 减掉70那就是-12 其他的每一个都可以得到Yi hat-Yi 也就是Ei的值 然后我们就把呢 翻过来 646页 把Yi-Y hat放在Y轴上头 也就是Ei放在Y轴 那么水平轴呢是X 所以你看看第一个点呢 第一个点同学看X等于多少 是2 那他的Ei是多少 是-12 所以那你看看 你把表在这个图里头啊 是不是得到第一个点 2-12 看到了没有 第五个点是多少 12 还有呢 -3 12-3 那是不是第五个点 这样懂了吗 所以你就用把10个点呢 就是把点在呢 14-11的这个图上头 这样看到了没有 所以这个图叫做残余项的图 残余的图 我把它拿来跟X 来相对 做出一个坐标体系出来 那么这个坐标体系呢 如果呈现出的是647 右手边 647的那个Panel 1 那样的形状的时候 也就是说所有的点呢 它们之间形成一条 一条带状 所以你看如果说 这个是0的话 我的点呢 是这样的一个分布的话 所以你看 每一个点 的值 就是Ei 每一个点的值 就是Ei 看这是Ei Ei Ei在这边 那Ei呢 有没有具备常态风波啊 怎么看它有没有具备常态风波 我把每一个点啊 把它投过去 每一个点 我把它投影过去 投影过去 投影过去 每一个点 都不都投影过去 看到了吧 所以Ei的值 就投影在这个屏幕上头 这个屏幕上头 我发觉呢 在0左右 上下 不远的地方 是点最多的地方 离0越远的地方 越稀疏 越稀落 不管是向上方 还是下方 所以我如果 就对 这个屏幕上头的点 出现的频率 现在做一个 激励风波的话 我转过来这样看的话 是吧 转个90度这样看 我发觉在0左右的地方 是点最多的 出现的频率是最多的 那离它越远的地方 你看它频率就越稀少 对不对 是不是常态 像不像常态 这个图就像常态 至少在目视上头 我们可以接受它的常态 当然我们还可以 进一步做一些分析 待会我们再讲 一个叫normal probability blocks 这种方法 去做分析 可是在目视上头 用眼睛来看 至少它是 常态幅波没有问题 而且第二个 期望者是不是0 你看到没有 它是不是环绕在0 上下走个地方在摆当 所以期望者是0 两个假设符合 第三个假设 变异数 变异数是不是固定的 它的变异数 EI的变异数 EI的变异数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概念 EI的变异数 看到没有 EI的变异数 它的变异数是多固定的 也就是它的频宽 是不是都一样宽度 每一个不同的地方 每一个不同的地方的产生的EI的上下摆动 也就是它的变异数的值 都是一定的 你看看第二个图 那第二图 这个喇叭状的图 你看是这样的 假设你的图 呈现出这样的形态出来 違反了哪一条规律 哪一个假设 如果出现这样的形状的话 你看 在比较 比较小的地方 你看摆盪的幅度比较小 可是越往右边 你看摆盪的幅度 是不是越来越大 看到没有 違背哪一个假设 第三个假设 你说Sigma平方应该固定 Sigma平方如果固定的话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 它应该是同样的宽度才对 然后摆设的行为也可以这个样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摆动的幅度 这边很小 然后这边很大 或者这边很大 然后然后这边很小 很大 总之你的摆动的幅度 只要不是固定 Constant variation 违反 第三个假设 第四个假设 互相独立 所有的EI之间应该互相独立 你看我们第三个那个图 它所有的EI 如果你画出来的话 居然形成这样的形状 这是EI 这是XI 这样的话 XI跟EI之间如果形成这样的形状 你这些残余相 呈现这样的形状 代表什么意思 怎么样 没有互相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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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假 没错 因为它一个X都对到两个Y 蛤 对 一个X都对到两个Y 一个X都对到两个Y 哇 没有关系 我一个X一个Y也可以 我可以啊 我可以一个X一个Y 我只画了没有很仔细 我把它变成一个X一个Y 真假 怎么说这样的图形 违反独立 来 下定 你有个点 你在这个范围之内 你的EI都是负的 你的意思是这样 这样 这样是一个 不错的观察 可是这样可以解释说 它是互相独立 它违反互相独立吗 哦 离中间越远 离这个X越远的话 你看它X就越上升 越上升 所以没有独立 什么叫做独立 互不相干 那你觉得这些点 它们互不相干吗 这些X没有互不相干 怎么说 一个X如果在这边 下一个X一定会在哪边 下个X不会往上走 下个X一定被限制 一定要向下走 再来啦 再来X还向下走 再向下走 再向上 向上 向上 有独立吗 某一些X在哪边 其实它就已经制约了 它就已经规范了 其他的X 一定要遵循这样一个抛物线的形状来走 所以点与点之间 彼此之间的行为 形成一种规律 形成一种模式 怎么还会是互相独立呢 懂得意思吗 所以它不会是互相独立的 除非你像这个样子 看同学你看看 这个点啊 分布的形象 这个样子 根本完全是乱 随便 你看一个在这边 另外一个都在哪个地方都可以 是吧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才说它是互相独立的 只要它们已经形成某一种形状 某一种规律 那我们可以说呢 它是互相独立 但没有互相独立 所以647页底下 第三个那个图啊 它违反了互相独立 那第二个图啊 违反的是 Constant Variation Constant Variance 第一个图才是正确的 才是good pattern 是 就是你说 这一个老包状 它是各点是互相独立 可是如果给了一个点 是感觉下一个点 会越往外面 你说这个啊 对 老包状是吧 老包状我是说 它违反的是 主要它违反的是 没有一定的variance 这是它最主要的原因 至于它还没有独立 它还没有独立 你说这个点子要越大 它可以越往下走 它也没有很 也不能说它是互相独立 是吧 可是它最主要的情形 是它违反 Constant Variance 是吧 对啊 你这个观察也可以这样观察 人家发觉 越往右边走的话 它的variance越大 是吧 所以某种程度上 它受到它的影响 可是 喇叭状的东西 最主要是违反 一定的variance 主要是违反那个 所以呢 这样看变成什么 变成说我们如果 可以对我们的 religual这些参与下呢 用电脑把它给plot out 图形画出来 我们看到这图形 就可以研判 它有没有 符合那四个基本角色 至少用目视 那如果四个基本角色 都有被符合的话 它应该呈现的是 A那种图形 也就是一条带状的 带状的一个图 所以你只要做完回归 你再按一个 残余项分析 那个函数下去 Function下去的话 那个功能一跑出来 如果跑出一个带状的图的话 你可以说它是 基本上符合四个基本角色 当然这边所讲的东西都是一种 比较 定性的 还没有到定量的层次 比如说你 基本上你认为 可以用 用眼睛来看 用目视 你基本上可以 观测出它到底 什么样的情形 那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648的眼 同学你看一下 648跟646 这两个图的分布都一样 但是有个地方不一样 你看到没有 646的那个 11的图跟13 这两个图 分布都一样 哪个地方不一样 水平坐标 一个是Y坐标 一个是X坐标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 他们说你的残余项分析 纵轴一定是残余项 水平轴不一定要对Y来做 你也可以对X来做 它一样会得到同样的形状的 然后呢 再来我们再看一下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呢 同学你看650页 14至13跟14至14 这两个图啊 分布也一样 水平轴一样 纵轴好像不太一样 纵轴呢 它把它变成什么 居然通通可以放在正负二之内呢 原来你看 它的真正的EI的值 可以高达到二十几的人 十几二十几 甚至更大都可以 现在你不知道 是用了什么法 使得它啊 这些EI的值啊 通通缩小了 变成在正负二以内 或者正负三之内 如果你EI都是常态分布的话 你想想看 常态分布的值啊 我们知道常态分布的值得 它有大有小 对不对 可是你可以施加某一种 魔术 采取什么样的动作 可以使得它 常态分布的 的那个幅度啊 可以缩小 标准化 好不好 Variance可以变小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加 标准化 你可以对这些参与项 加以标准化 现在这些要谈的就是 Standardized Residual 大家看一下 14-30 14-30 再648页 把残云像加以标准化 残云像 是Yi-Yi-X 所以这个是残云像 残云像我们说了 它应该有四个地本假讯 好 现在它有了 常态分布 期望值为0 期望值为0 我把它减掉它的期望值 它的期望值是0 它的期望值是这个 对不对 除以它的什么 除以它的标准差 除以它的标准差 残云像 减掉它的期望值 除以它的标准差 它应该要变成 常 什么常 标准常 标准常 标准常代分布 所以它应该变成Z才对 这个动作叫标准化 这也像我们在前面 上个学期我们讲的 Z score的时候 我们另外也提到 你可以把任何一个数据 任何一组数据 每一个值都减掉它的 整组数据的平均数 除以整组数据的标准差 你一定也可以得到它的值 借乎正负3之内的 的一组数据 这叫Z score 叫Z值 那边说走的路线 一样都是标准化的概念 那这个 它的期望值是什么 它的期望值是等于0的 问题是它的标准差是什么东西呢 这标准差有点麻烦 然后同学就去发现 去研究 然后说了 你把它给 它的标准差呢 会像什么 会像14-30那个次子这样 这个是变成S乘上E减掉Hi 这个Hi是什么东西呢 Hi是这个 是大家所熟悉的 其中考以前 大家为了算Prediction Interval 跟Conference Interval 一定呢 一定做了一些这样的事 对不对 记不记得 这个叫什么 这个把它叫做Hi 你带Di个点下来 带到这个事情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值出来 把这个值把它叫Hi 所以这个Hi不是固定咯 跟着你Xi而变的 OK 那么这个值 从E扣掉它 开根号 乘上 小S 小S平方 就是MSE 我们知道 别的书不一定用小S 别的书可能用什么 小M 或者是什么东西 我们做的就是小S平方 我也不知道 它为什么用小S平方 代表MSE 所以你这边不是小S平方 是小S OK 代表MSE 开根号 上一 这个 其中考试已经提过了 OK 所以小S 乘上根号的这个东西 就是 它的标准差的估测量 它 注意好同学 这边不是Sigma 这边不是Sigma 这边如果是Sigma的话 事实上应该是这样子 应该是Sigma乘上E 减掉它 可是由于Sigma 它不知用什么取代 用S取代 因此它就不再叫Sigma 它就叫S 它变成是估测量 标准差的估测量 所以它是 它是 彩云像的标准差的估测量 所以你看它不再是Sigma了 变成S 因为你用S来取代Sigma 所以它叫做估测量 它事实上标准差的估测量 看到幅画要懂这个概念 以后你统计学 说不定你们走财务管理路线的同学 你上了 三年级四年级 你还修很多 财管方面的一些 数量 比较高度数量的一些课 那也有很多 很多统计 更加深入一点的 樹立统计 高中统计学 都会有的 看到S 你就知道了 它一定是个估测量 如果不是估测量 它应该是Sigma 所以这个估测量 就如同是 4-30 那边所呈现的 然后你看 14-31 这边所说的 你的HI 就是刚刚所写的 1分之1 再加上右所编那一块 因此呢 整个 残余像的 标准化以后的结果 就是14-32 那个东西 14-32 应该是标准常态分布 14-32 应该是标准常态分布 OK 所以呢 它就把它整个10个点的 这个X 10个点的这个 残余像 10个点的 残余像的标准差 每一个点的HI 还有你把它给标准化以后的 残余像 通通通把它放到 14-8 那个标里头 14-8 那个标里一看 你就知道说 哦 你看每一个点 都可以算出HI 出来 可以算出它的标准差的固测量 又可以算它的 残余像 然后最右手边的话 可以算出它的 标准化以后的 残余像 得到这样的指数 请问 这样的残余像 标准化以后的残余像 有没有真正具备 标准常态分布呢 你说它是常态分布 就一定是常态分布吗 对吧 还没有经过检验之前 我们不太放心 所以我们把它拿来 去跟 标准常态分布的10个点 去做一对一的 对应的一个检验 所以你把它对应出来的话 你把它画在一条 四处路角的直线上 你可以发觉呢 它呈现出14至15的 那个 那个对应图出来 大家看651页 14至15 那个图上面有10个点 每一个点呢 都环绕在那四处路角 那条线不远的地方 代表什么 在这个坐标体系里头 它的水平轴是 是常态分数 叫normal scores 也就是标准常态分布的z 然后呢 纵轴就是你参与项 标准化以后的参与项的值 为什么它会呈现出 一一对应的10个点出来 而这10个点正好都是在45度角的地方 为什么 代表什么 这个图不是我们手机画的 是mini-type会帮我们画的 mini-type你叫它画一个 normal probability plot 它的名字就是 650页的那个标题 normal probability plot 你叫它去跑 它就会把你的每一个 标准化以后的残余项 然后呢 去跟标准常态分布的点 去一一对应 发现它会沿着45度角上路跑 这代表什么 是吧 这个就值得 啊 大家来解释一下